我们看一下机器人需要用到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的系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这整个机器人系统有三部分组成 一个是机械本体 一个是控制柜 还有就是视觉器这三部分 就是机械本体控制系统 还有人机交互界面 用在实体上就是本体控制柜和视觉器 那本体就是长这样子 我们就以最普通的六轴 也是最常用的六轴为例 我们这个三维图 这个图是SA1400的 我们以它为例 对 胡汉机器人1400 SA STEPARK ARC 它的命名就是StepARK ARK就是胡汉机器人 然后1400就是它的最大臂展 是1400毫米 然后这是它的底座 底座 然后旋转座 旋转座就是一轴 然后它的大臂 这是它的前臂 还有它的手腕 五六轴 手腕 看一下它每个轴的位置 一轴是在这儿 二轴是在这儿 它就是绕着这个轴旋转 三轴是绕着这个轴 四轴是绕着这个横向的 所以它会这样子旋转 五轴是这样抚养的 六轴是这样旋转的 我看一下它每个轴的电机 看一下每个 它的 就是这一轴是这个样子 这个模型上来看 一轴就是这样子转的 二轴是这样子转的 三轴是这样子转的 四轴是这样子转的 五轴是这样子转的 六轴最末的还有一个 是这样子转的 那每个轴既然能转 那么肯定每个轴 有一个角度范围 而且每个轴肯定 有个角度范围 肯定有零度在哪里 零度在机械位置上的零度 在哪 在机械位置上的零点在哪里 就是这儿 一轴的机械零点 就是这个孔 跟这个孔对齐的时候 是一轴的机械零点 而二轴的机械零点 就是这个孔 跟这个孔对齐的时候 是二轴的机械零点 三轴的机械零点 就是这个孔 跟这个孔对齐的时候 三轴机械零点 那四轴是这个孔 跟这个孔对齐的时候 是四轴机械零点 那五轴是这根线 跟这根线对齐的时候 是五轴的机械零点 那六轴的法兰 这个地方 它的定位孔这儿 这个孔 跟这个外边 这个法兰的 这个地方对齐 这个跟这个对齐 这个跟这个对齐 这个跟这个对齐的时候 是六轴机械零点 但其实六轴机械零点 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因为它是从 负的360度 到正的360度旋转 所以可以任意定位置的 它就是它平时 那样的工作期间 它有个呢 就是它有个最舒适的 这个板击位置 它那个板击位置 最舒适的 是可以叫它零点 零度的位置 零度的位置 到摆放的其他的物品 什么样子 要根据那个来定 那它的什么型号啊 它的一些说明 就是在它的底座的后边 会有它的类型 它的序列号 比如说这一款 是SA1400 它序列号 本体质量 还有它手腕负载能力 还有它的工作范围 都会在这儿有 这是它预知好的管线包 控制柜 那我们刚刚看了本体 那我会看一下控制柜 控制柜就刚刚介绍的 主要就有这三个灯 那这个一般 你不打开它的 打开就是柜子里边的东西 就是一些控制器 就这些零部件 控制器啊 罗加Io 还有扩展Io 四伏这些东西 然后这就是选有开关上电用的 这个就是 告诉你上电成功了的 上电主视灯 然后 指示灯 然后这第三个就是 调水网口 调水网口 那它打开柜子 里边什么样子 里边它的 东西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摆放位置 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摆放的 那现在这一款呢 是我们是把控制柜 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控制器放在这儿 然后这边是四伏 六个四伏 看蓝色的这儿六个 就是六个四伏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四伏 然后在上面这些就是 段路器啊 接触器啊 什么主电 电源 开关电源 什么的 这些东西 它的背面 背面也没说 背面就是风扇 然后滤波器 就这些东西 就放在它背面 然后这个就是我说的 斜线插口 下边 一个是接动力总线的 一个是接编码器线的 然后有的是在这儿 接电源的 有的不是在这儿 是在柜子的侧面接的 然后这个五六七 现在只用了一个 只用一个就是 就是跟试教器连线的那个 只开出来了一个 那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个样子的 动力线 编码器线 还有就是试教器线 然后它三项侵电 就是在侧面 就这个 它有一个快插 快插着连你的 电源 那试教器 试教器我们看 然后控制柜介绍好了 本体介绍好了 我们就看一下试教器 那试教器有这么两款 一款是kiba的试教器 就现在我也是用的这款 圆圆的 也是这个配图上 这款是kiba的试教器 还有一 还有一款是自主的试教器 我在这儿没有配图 我们下午时操的时候 是用了自主的试教器 一会儿的时候 两个试教器 我们都讲一下 它的 就是按键不太一样 但是功能都是一样的 那 我们在讲 还要用到 就是要用到 点动坐标系 这样的概念 你点动机器人 就是点动它 就是让它动的时候 会有一个点动坐标系 点动坐标系 分这两类 一种是关节坐标系 一种是迪卡尔坐标系 这两类 然后迪卡尔坐标系下 有这么几个 有事业坐标系 机坐标系 工具坐标系 工件坐标系 还有就是反弹坐标系 那我们看一下 关节坐标系什么呀 关节坐标系 就是这样子 关节坐标系 就是存储的 每个关节 它不是六个关节吗 六个轴 六个关节吗 存储的每个关节的 关节角度值 就是比如说 机器人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它每个关节 肯定有个角度吧 一轴现在是转了多少度 零度在这 它转到这了 二轴 零度在这 它现在转到往下来了 是多少度 就是每个关节 肯定都有个度数 就是在任意一个位置的话 在任意 它转到任意 走到任意一个位置的话 它肯定每个关节 都有一个角度 然后现在存储方式 就是A1到A6 这样存储 存储每个关节角度值的 这叫关节坐标系 如果我把点动坐标系 切换到关节坐标系 然后转A1轴 那么就是A1轴在转 点动A1轴 那么就是A1轴在转 点动A2轴 就是A2 这样抚仰的转 A2加A2- 这样就是抚仰的转 同样 其他的轴也是这样子的 那每个轴 这里的A1到A6 里边的数值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轴 关于零点位置的 偏移角度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吧 那行 那还有就是 还可以存储 这种低卡坐标系 这种低卡坐标系 是什么 就是我们通常 意义说的直角坐标系 就是这个样子 以这个为例的话 以这个为例的话 比如说这个角落的位置 是圆点 然后这个方向是X方向 这方向是Y轴正向 这个方向是Z轴正向 XYZ 那主要三要素 主要就是 它的圆点要定义 三个轴的方向 要定义好 而且正方向 是哪里要定义好 而且这个 迪卡尔座 尤其他遵守什么样的定则呢 就是遵守这样的 右手定则 就是你右手 右手握住 Z轴大拇指指向 Z轴正向的时候 四指旋转的方向 就是从X轴正向 转向Y轴正向 这样来确定 X轴 Y轴 这样的话 这个坐标系的 X轴 Y轴 Z轴 就确定了 这就是我们以前 学过的直角坐标系 然后在这儿再说一下 然后在 然后我们点动坐标系 我们刚刚讲了 这种迪卡尔坐标系下 我们还分 分机坐标系 分世界坐标系 分工具坐标系 那么为什么分 这么多坐标系 这么多坐标系的区别 其实就是在 它的 圆点 不同了 它的 它的轴的方向 不同了 就是 圆点可能有位移了 就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了 方向可能 它不是X轴 它是Y轴 它是X轴 它是Z轴 方向 还有轴 也不一定 非得跟它们平行 也有可能是斜着的 这种 所以就为了区别这样的 不同圆点 不同轴 不同轴方向 来去 就是 就是 就是叫了这么些个名字 那 机坐标系 它是在 它是用RXRYRZRARBRZR 来表示的 前面加了个R 那它在哪里呢 就是蓝色的 这个蓝色 它又在 像个机器人 底座的中心点 底座的中心点 底座中心点 就是 底座不是有四个螺 四个螺钉吗 就是这个四个钉子的中心点 就是这个底座的中心点 作为圆点 作为圆点 那方向是怎么 钉的方向 就是你正对着它站 正对着机器人站的时候 朝你的方向 是X轴的正向 往上的方向 是Z轴的正向 然后 往右的方向 就是Y轴正向 这是它的圆点 坐标系轴 还有它的轴方向 这是机坐标系 这个没有什么疑问 是吧 那世界坐标系呢 世界坐标系 如果机器人固定在地面上 不动的话 我们有些工作是需要 把它放在导轨上 让它动的 对吧 有些工作是固定在地面 不动的 固定在地面不动的话 我们就让世界坐标系 跟机坐标系重合 我们就会在底层文件 配置一下 就让它跟事业坐标 机坐标系重合 这样的话 事业坐标系 也是这个蓝色的部分 也是这个蓝色的部分 所以我们 事业坐标系 事业坐标系 就是用XYZ ABC来表示 一会儿我再讲一下 ABC是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 这几个坐标系 再往下就是用户 自定义坐标系 就是你看它前面 有个变位机 或者是说 它前面有个台面 这个台面 我们可以自己定义 一个坐标系 就是定义一个台面 坐标系 这个坐标系 肯定也有个圆点 要看你想在哪个地方 是圆点 你想让哪个轴 是X轴 哪个轴是Y轴 哪个轴是Z轴 都可以自定义的 这个我们也可以用 这个我们之后会讲 怎么用机器人 来视觉这个坐标系 那我们讲 这就是用户自定义坐标系 也是用RXRZ来表示的 那还有就是工具坐标系 工具坐标系 我们用TX 就是TOOL TOOL TX TYTZ来表示 那工具 比如说你看 就像这个图所示 它加了一个焊枪 焊枪的末端点 就是这个点 我们叫TCP点 就是TOOL CENTRAL POINT 就是TCP点 我们机器人在 就比如说这个焊枪 在焊 焊这条焊缝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TCP点 在走这个轨迹 对吧 TCP点在走这个轨迹 所以我们要知道 它的工具 工具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之后再讲 工具视觉 我们还要知道 它工具也有一个坐标系 那它这个坐标系定在哪里呢 坐标系原点定在哪 就定在这个焊枪的枪头位置 那方向怎么定呢 方向是自己规定的 方向是我们也会有一个工具视觉的整个过程 比如说你想让就像这个图所示 想让这个焊枪垂下来 这个方向是Z轴 而且是往下是Z轴正向 然后往这儿是X轴正向 那么Y轴正向就是垂直于这个面 往我们这儿了 就是Y轴正向 对吧 右手定的你可以看一下 它定下方向来了 那么就可以用工具视觉里的四点法 三点法 来视觉这样的一个 视觉好之后 它就知道它的坐标系就是这样子 这样是Z 这样是X 往外是Y 然后圆点就在枪头位置 这有工具坐标系 那还有一个坐标系 它不是点动坐标系 这些就前面讲这些坐标系 你都可以在这些坐标系下点动 但还有一个坐标系 它不是点动坐标系 但是很重要 就是法兰坐标系 就是在第六周 六周最末端 这个法兰这个位置 也有一个坐标系 这个坐标系 我们就让这个六周 这个中心点 就为它的圆点 那方向怎么定义呢 方向你看 它定义 它轴方向的时候 它给你拉出来一个 它让你注意一下 当机器人处于初始位置时的 你看 那机器人处于初始位置 就是每个轴都是零度的位置 它就长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 它长这个样子的时候 它的Z轴正向 是你面朝它 它就 你面朝机器人站的时候 就是指向你的方向 是Z轴正向 往上是X轴正向 往左是Y轴正向 这就是法兰坐标系的方向 你会看到 它的方向是时刻 只要机器人在动 它就是一个动的 所以在这里 它为什么强调 它机器人在初始位置的时候 来让你记一下 它的这个方向 背过这个方向 为什么讲这个坐标系 因为机器人的工具 就是装在这个坐标系下的 工具不是装在法兰的末端吗 那工具的规格 就是在这个坐标系下的 具体的数值 之后我会再讲 然后 这是我们讲了 就是这么些个坐标系 那我们点动坐标系 比如说我们点动坐标系 切换到世界坐标系的时候 我们点点动 X加 它会沿X轴正向动 那么X轴正向是哪 就是往这 就是它的TCP末端 TCP末端 往这动 然后如果是Y加 那TCP末端就往外动 那Z加就是往往上动 那么ABC是什么呢 ABC就是绕着X轴 绕着Y轴和绕着Z轴的旋转 A就是绕着X轴的旋转 B就是绕着Y轴的旋转 C就是绕着Z轴的旋转 那A加就是哪个是正方向 哪个是负方向呢 就是你右手握住X轴 比如说A加 右手握住X轴 然后大拇指向X轴的正向 那么四指旋转的方向 就是A加的方向 相反的方向 逆时针方向 不是逆时针 相反的方向就是负向 A解的方向 同样B加B解 也是这样来确定的 所以是需要大家记住 这个视野坐标系的方向 我们常用的点动坐标系 就一般就两个 一个是关节坐标系 关节坐标系 你转A1加 那么它就朝着A1的正方向 转 就是转每个关节 单轴动 转每个关节 来点动到你想要的这个位置 那XYZ 你把它切换到视野坐标系 的情况下的话 你点动X加 它就往X轴正向 Y加往Y轴正向 移一下 Z解往下来一下 到达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转ABC 就调整好姿态 调整好你想要的那种姿态 这就是 视野坐标系点动 比如说有两种方式点动 要看 机器人当前的位置 和你想要到达的位置 怎么样方便 你就怎么 怎么切换 这些点动坐标系 机坐标系 对 视野坐标系 当机器人固定不变的时候 就是固定在地面上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俩重合 加外部轴的话 对 加外部轴 视野坐标系是不动的 机坐标系是跟着机器人本体 一直在动的 哦 嗯 对 如果不加拉部轴的话 它那个这两个对标系 就是拿着一样的 对 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其实就是说 机器人为什么有XYZ 还有ABC呢 其实就是调整它的位置 还有调整它的姿态 就描述 描述一个物体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 这个 我在那个坐标系下 在那个 墙角这个坐标系下 这个手机 这个样子 和这个样子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看 你如果只用XYZ描述 这个样子和这样子 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姿态不一样 所以就是 为什么要用XYZ 还要用ABC 就是因为它在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空间位置 有两部分描述它 一部分来描述 像唯一表示它的话 叫一部分要用位置 一部分要用姿态 所以就用了 就是这叫什么 XYZ ABC XYZ是描述它的空间位置的 ABC是调整它姿态的 所以你看 现在有两个坐标系 我们讲一下 坐标系的平移和旋转 坐标系的平移和旋转 这两个迪卡尔坐标系 一个是A 一个是B 那A是在原点在这 OA在这 它的坐标系方向 这个是X轴 这是Y轴 这是Z轴 那B 它坐标系在这 就是原点在这 这是X轴 这是Y轴 这是Z轴 你看怎么从A变化到B 怎么从A变化到B 一方面它有个空间上的平移 平移很好理解 X方向偏移了多少距离 Y方向偏移了多少距离 Z方向偏移了多少距离 那还会有一个ABC的旋转 绕着X轴 绕着Y轴 绕着Z轴旋转 旋转之后 各自旋转一定角度之后 就会到达这种 就到达这种 这个样子 那平移跟旋转 平移我们就不讲 我们只讲旋转 旋转对应的这个ABC 是怎么得到的 这个ABC就是 你看这个灰色的就是A 这个黑色的就是B 它分三步 首先这个灰色的是A A先绕着这个X轴旋转A度 绕着这个X轴旋转A度 那么就是X轴不动 Y轴 YA现在到达了B1 就是现在这个坐标系 黑色的是B1坐标系 那灰色的是A坐标系 就是A这个坐标系 绕着X轴旋转A度之后 就到达了B1这个坐标系 我们再绕着B1这个坐标系的Y轴 B1这个坐标系的Y轴 旋转B度之后 就到达B2这个坐标系 B2就是灰色的 原来的B1是黑色的 然后绕着这个旋转之后的这个坐标系 B1这个坐标系旋转B度之后 再绕着这个B2这个坐标系旋转C度 绕着B2这个坐标系旋转C度 旋转C度就到了B2就到了B3 B3就长这样子了 那这个B3就是最终的这个坐标系B 就是最终的这个坐标系B 这个地方呢 你看最后的结论就是 这个B这个坐标系相对于A这个坐标系的关系 就可以表示为XYZ ABC 其中XYZ表示平以ABC表示的是旋转 它的旋转方式就是经过那三种那三种方式 就是先绕着A坐标系旋转A度之后 X轴旋转A度 再绕旋转之后的坐标系的Y轴旋转B度 再绕旋转之后的那个坐标系旋转C度之后 才能得到最终的B 这就是A经过了XYZ ABC的变化之后 就到了B得到了B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原理性的东西 我为什么讲给大家 因为我们这儿位置界面可以查看它 实时查看它当前的位置变化 而且会你一点弄的时候 会发现它XYZ在动ABC在动 就有的人会就会有比较像 深入了解的话 他就提出这什么是SYZ 这ABC是怎么得来的 所以我在这儿就插入了这一部分 就坐标系的变换这一部分 就告诉他 他就是这样得来的 具体它内部怎么算呢 就是我们的算法里边的东西了 然后就是说描述同一个位置 它有两种表示方式 可以在关节空间中表示 也可以在笛卡尔空间中表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机器人就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可以用每个关节的关节角度值 来表示它当前在这个位置 在空间中的这个位置 我可以看一下A1多少度 A2多少度 一直到A60多少度 来表示它 还可以让它在视线坐标系下来表示 视线坐标系不是在底座的中心点 然后这是S方向 这是Y方向 这是Z方向 X的方向 你看这个点 这个TCP末端 S方向偏移多少 Y方向偏移多少 Z方向偏移多少 X的YZ知道了 对吧 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法兰坐标系吗 法兰坐标系 把它转到 就是 这种姿态的话 不是 肯定是这个样子 对吧 它相对于视线坐标系怎么转 就是刚刚的那种ABC的转 所以这儿显示的XYZ ABC 就是这个XYZ XYZ就是偏移 ABC就是这个 这个坐标系 相对于这个坐标系的旋转 这就是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这个X就是这样得来的 这可以作为了解 你先了解一下 以后再慢慢理解 然后每个轴就是这样 每个轴 有六个轴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每个轴都有标注 哪个是正方向 哪个是负方向 但是为了 为了你调试方便的话 最好把这个方向都背过它 一轴的话 那这是一轴 那它有正方向 就是加号的方向 负方向 往这儿就是正 往这儿就负 这样转 那辅加轴就是 辅加轴的概念就是 就是如果变位机啊 导轨 就是你另外加的那些轴 就叫辅加轴 那就是变位机的一个图 就是两轴的 那就是导轨的一个图 最后再讲一个概念 就是起一点 起一点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如果你用过其他家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在五轴为零的时候 最常见的一个起一点 就是五轴为零的时候 它就会说 求不出逆解 然后当前点是起一点 这样的一个错误 报这样的错误 就是说我们五轴为零的时候 是作为它的起一点 那它的原理就是在机器人 在逆解的过程中 矩阵出现了退化 所以导致它多解的情况 那从表现上表现出来 就是我们如果走一条直线 刚好这个直线经过了 需要它五轴为零 那么它就会爆炸的错误 那没有办法 你就重新规划一下你的路径 避免它五轴出现零度这样子的情况 它固有的属性 这是每一款机器人固有的属性 最常见的是这个 它有很多奇异点 最常见的 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就是这个 如果解决这个方案的话 就是那个 我们就是在 就是在视觉的过程中 给它那个就是多选这几个 对 对 它既然你从这一点 走到这一点 本来你想让它 从这一点走到这一点 走过去的 走在中间的一个过程中 五轴 五轴到达零点了 就说明它走这条直线 它规划不过去了 你只能是这样子走 这样子走来避免 避免它五轴出现零点 这样的情况 那